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31日 星期三 這麼快就來到3月底 就快到了4月 天氣開始回暖 過了春分之後 英國已經變了下令時間了 換句話說 現在就是GMT加1 GMT就是格林威治時間 加1小時 換句話說 就是快了1小時 跟香港的時間差距就是7小時 現在 到了3月底 天氣就已經變得很亂了 最高現在已經可以到了20多度 接下來很快就到了復活節 說多兩講 很快就已經是暑假了 應該很多香港人會過來 這一節要跟大家研究一個藍絲主控官 其實早前節目也已經揭露過了 這個 這個主控官繼續是一個深藍建制派 出來大大力攻擊美國 當時他處理了歐樂軒的案件 被人發現 揭發 他的Facebook裡面竟然有大量 信息 揭示他一點也不中立 從一個非常偏頗的人 每一句口口聲聲 說人家黑暴 又說人家時代曱甴 這次藍絲主控官繼續處理另一個案件 與此同時發現 他的Facebook上次 被萬人包圍之後 繼續毫無收斂 但是 被客人發現 原來他最近 就參與了 這個 大大力攻擊林鄭月娥 到底一個極端的藍絲 他口中的林鄭月娥 到底會是怎樣呢 是不是大大力支持林鄭月娥呢 還是其他呢 其實看了標題 以及看了一個 圖片也知道了 不過繼續說之前 也是叫大家 支持六部曲 包括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向朋友推介節目 其實包括藍絲的節目 有些標題 有些內容其實我認為藍絲也應該聽 尤其是打科興疫苗 很明顯就是政府繼續出賣藍絲 大家不要忘記 永遠 雖然黃藍分明 但永遠仍然 永遠仍然不知為甚麼 真的有些人好像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仍然有這樣的人存在 亦仍然有很多淺藍的人 存在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香港人 可能有一大群淺藍的人瞬間變黃 只是一頭半個月的事 所以 很多事情有機會會發生 所以不能忘記 繼續宣傳 當日 整個香港在響應反送中運動 就是因為大家 很努力地去 宣揚文宣 甚至乎到街上派文宣 今天派文宣有危險 但是 用社交媒體 去Share 黃色媒體 應該也相對比較安全 希望大家做多一點 一人走多一步 另一條戰線也要再說 跟袁爸爸通過電話 大家都同意 其實我們要學習一下 大陸的抗爭者 不厭其煩再說 大陸 其實是有大量的抗爭者 跟香港是同一立場 官方就是最害怕大陸 反對政權的民眾 跟香港連結 所以 大陸在處理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最主要要處理的東西 就是要把 港獨的帽子 扣給香港人 也都 要煽動大陸的民眾 以為 香港人反應是大陸人 不是反對北京政府 大家細心一想 即使可能你心目中支持香港獨立 甚至乎香港建國 但是香港建國和香港獨立 跟大陸的內地人民 是沒有任何的矛盾 不需要打倒大陸的內地人民才讓香港 可以爭取這些東西 反而是假如香港獨立了 甚至乎建國 其實是你 隔離的那個國家 換句話說 如果你是白俄羅斯的話 在你隔離的俄羅斯 雖然是獨裁政權 你反對他 但是 應該是支持 俄羅斯的民眾 對付這個政權 想大家重新思考一下 黃色統一戰線真的要發揮效果 剛才說漏了 大家要發揮一下網上匿名者的好處 學習一下大陸的抗爭者 肯定有一部分 就是化身 超級愛國青年 單從今次這一節要說的話 也是相同的情況 我們其實 熱烈期待有大量的五毛 支持主控官陳文慧 Vivienne Chen 出來大大力 繼續攻擊美國 以及攻擊林鄭月娥 連貼一張大頭照片 都要寫著我是中國人 令人 相當之擔心 原來 自己的照片沒有寫著我是中國人 可能就會有人誤會你不是中國人 這個也很大危機 原來是這樣 繼續看看他在一宗案件 裡面說甚麼 案件內容大家未必有興趣的 大家知道現在基本上沒有甚麼公平審訊 這個案件就關乎一個舞台設計師 拿著一支 棒撞的電筒 一支棒撞的電筒就說 被人控告 管有攻擊性武器 案件就不是最大的焦點 最大的焦點就是來自主控官Vivienne Chen 在庭上 失控 露罵美國 竟然 審一個電筒案件 講一下 找美國防疫專家來香港抗疫 全世界抗疫最差就是他 真是華春瑩上身 甚至乎是戰狼外交 耿爽趙立堅 全部上身都不夠他厲害 什麼時候表演在庭上 焚燒like 波鞋呢 似乎這個 超級藍絲 對於美國的憎恨 真的是 真的是 真心 也是非常之強烈 一說到美國兩個字 就好像念咒一樣 大家都再說一次 像看殭屍片 你一說某個關鍵的字眼 就好像念咒一樣 然後 這群殭屍 就會暴跳如雷 他的關鍵字就叫做美國 報導說一說美國兩個字 Vivienne Chen就開始失控了 竟然盤問被告的時候 反問被告人 為甚麼要找美國防疫專家來香港抗疫 全世界抗疫最差就是他 他很厲害嗎 完全失控了 甚至乎繼續問被告人為甚麼示威會有美國期 我想告訴Vivienne Chen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地方有示威 都有美國期 不過 絕大部分你看到的都是焚燒美國國旗 當然包括一眾中東地區 尤其是伊朗 所以你這麼無知地問 為甚麼示威拿美國國旗 真的回答不了你 不再說在庭上失控的事情 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到底Vivienne Chen 現在的念書 Facebook到底是不是 繼續大放缺詞呢 早前已經失敗了 被人盡了 但是 這個真的是一個真愛國 我發現愛國分子 要加個真字 一說到美國 就這麼生氣 要停上到狂飆 真是愛國者治港 翻查Vivienne Chen的Facebook 你會發現 竟然大大力攻擊林鄭月娥 她說自己轉發了一個文章 分享至香港的民憤 不講猶至可 講起就一把火 第1點 2019年 林鄭月娥叫盧偉聰做多一年才退休 壓住警隊不作為 壓住鄧炳強 原來她這麼關心鄧炳強上位 不能上位 等於 暗中協助 括弧 美國CIA加英國搞暴動 直接 間接 造成朱經緯 警司和七警坐牢 林鄭月娥借口出國外訪 刻意避開 亦等於製造暴動機會 食衛署長劉利群 擺明居馬對抗中央連龍腸 問號 拒絕清拆 中國國企 立即拆除 蠻絲的想像力超越大家的想像 創作力量和幻想真的會嚇你一跳 林鄭竟然一路扶助盧偉聰 壓住鄧炳強 我們也早就揭露了 這就是香港政府 和警務處之間的 權力關係 只不過想不到他們的故事讓我們說得更有趣 竟然 處心積累 要對付朱經緯 以及七個黑警 第二點 2020年初 中央出錢出力 派出醫護隊伍來香港 全力協助強制檢測 林鄭月娥口出狂言 一口拒絕 強制檢測指示口號 2020年中 林鄭月娥說要特赦年輕暴徒 為甚麼不特赦朱經緯警司和七警 原來真的有人那麼關心朱經緯 甚至乎比本台 更加關心朱經緯的情況 本台已經一再揭露了 同意列營了19年和2020年黑警的暴力相比 其實 份外顯得 當年朱經緯警司 實在是一場冤獄 按照中共今天的說法 以及一眾藍絲的說法 沒有開槍打你的頭 已經是對你非常仁慈 叫你看看緬甸 我們就唯有回應他 其實香港人對於香港政府 和香港警察 已經非常仁慈了 不信你看看中東 你可以看一下巴勒斯坦 你可以看一下 哈馬斯 也可以看一下也門 也門胡塞武裝 甚至乎連英國也可以看 英國當然是看愛爾蘭共和軍 按照他們的邏輯 麻煩你快點跟香港人道歉 感謝香港人對你們多麼仁慈 還有幾點 不過中間就跳一跳 第四點 今次疫苗 林鄭月娥要幫美國輝瑞 英國阿斯利康散貨 厲害喔 幫忙散貨 什麼時候變了莊家散貨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每劑價格高達30至50美元 賺取暴利 林鄭月娥加陳肇始 專家 委員會12人阻撓中國國藥和科興 供應香港互扯貓美 扯到市民發火 剷到他上天花板 阿爺準備出手 林鄭月娥再通知專家停止玩玩樂 第五點 港台花公帑10億元 是英國傳媒的基地 林鄭月娥包庇局長邱騰華 包庇局長梁家榮 包庇港台大小蟑螂 這次炒梁家榮 是棄居補稅 保住林鄭月娥加邱騰華 加台加港台 林鄭月娥 拼命維護英國利益 這個 我們早就說的是港英餘業 增強英國勢力 罪魁禍首林鄭月娥 獨娥也 真的 看到相當之精彩 有一個 疑似真心的藍絲 愛國愛到不得了 一說美國 就是著火 估不到 林鄭月娥著火 著得更厲害 可惜她的Facebook比較弱 寫完這麼激烈的東西 竟然只有21個like 還好像有幾個生氣 真的替你有一點點不值 如果你 稍為站著歪一點 罵林鄭月娥 可能一晚已經可以吸到幾千like 到底她說的話有多少人支持她呢 又林鄭月娥這個深凶狹窄的人 會不會 終於有一天忍不住要出手整治她呢 無論如何都是要買定花生 這個就叫做建制內鬥 其樂無窮 大家不妨擔定椅子 繼續看下去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